搜水油风暴侵袭全台 食品安全危机重创台湾美食亡国声誉 两岸货贸协议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赛跑 台湾要如何避免被边缘化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9月14号为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先来关心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沟油 让大家闻之色变 而现在台湾也爆出了黑心搜水油 不但波及台湾一千多家的食品业者 而且可能已经流入了内地的商家 根据香港文会网星期天的报道 台湾地沟油事件的影响范围是越来越大 上海厦门等丁已经发现了 并下架大量的问题产品 那么为何两岸食品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 两岸同为搜水油的受害者 有关单位要如何为民众的健康把关避免 食品安全的问题在重演呢 今晚海峡论坛 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和您一同来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在第二个话题当中呢 我们为大家预备的是两岸的第九轮的货物贸易谈判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货贸谈判呢 9月10号在台北举行 那么这一次这个谈判呢 主要是针对面板石化工具机跟汽车四大产业 两岸进行这个货物贸易的谈判 那么究竟谈判的过程跟这个具体内容如何 谈判的这个情况要怎么样来评价 那么包括刚刚东宁先前所介绍的 台湾的这个食安风暴 以及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准备的货物贸易谈判的观察呢 是今天海峡论坛为大家准备的两个话题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两岸问题的专家 这个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 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 赵先生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感谢严建发教授 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 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 赵惠普先生 那么赵惠普先生说 长期致力于推动美国和维吉尼亚州 和台湾之间的教育交流之外呢 他也在华盛顿的中国城 开始了一家剖腹声明的中餐馆 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 严教授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海峡论坛 第一个讨论的话题 在美食王国有美誉的这个台湾 在中秋节的前夕爆发了 震惊国际社会的搜水油事件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是台湾的一家猪油厂商 强贯公司 被查到了向地下工厂购入搜水油之后 制成香猪油 总共有700多顿的黑心搜水油流入市面 包括了味全 旺旺 统一 牛头牌和黑桥牌等知名的企业在内 1000多家台湾食品业者受到了波及 而全台各地的小吃摊 餐厅还有中秋节的月饼 和台湾最受欢迎的凤梨酥 太阳饼也都受到了污染 吃到搜水油的民众更是难以估计 现在连香港的公司也确定卷入了这场搜水油的风暴 可以说是中港台澳两岸四地的民众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 这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个具体很多的这个问题产品 但是希望两岸能够根据这个食品协议呢 进一步的保障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我们看到这是过去一年之内 台湾第二次爆发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了 而且还是在中秋节的前夕很多人连月饼都不敢吃了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受到波及的厂商 包括了很多的知名企业 甚至是百年老店 那么究竟这是又一个的所谓单一个案 还是说已经反映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呢 林教授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也爆发一次 到现在都看起来没有改善 而且越来越严重 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责任 这个好好的担起这个责任 好好的在对于这个将来这样一个监督流程 要稍微再加把劲 那我们也知道说 就我们所熟悉的这个GMP这个协会 过去竟然都是这些大的食品公司所组成的 所以这个就有人人家说这个球员兼裁判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种安排 实际上应该有更多是消费者 或者这些广义的这些消费 像中小这些需要用油的这些消费者来组成 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监督这个效果 另外就是有里面有些学者 其实也参与做监督的过程 我认为他们也失责了 所以让因为这毕竟是很专业 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人民是不可能那么多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曝露出了 台湾很严重的这样一个 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缺失 而台湾其实过去以来一直要推动这个观光事业 这个美食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 应该会有很深的打击 好的 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 看来这个这一次的问题曝露出的是 台湾在监管方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漏洞 而且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还说 这个搜水油只是劣质的猪油 可能对人体不会有利己的伤害 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您认为您怎么看台湾目前这样一个现象 还有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的话 美国会怎么来处理呢 好 东宁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到很多台湾应该监管的单位 完全是推脱 而且事情发生之后就 好像我还看到一个 找了一个教授出来帮他背书 这个教授自己也是被说他的学生 就是那个强贯的哨董 然后一直说他不知道 台湾这么小怎么会不知道 我也是会有一点存疑 但是这样讲就是说 一个GNP 然后你说要厂商自己管理 我想这是这样子 那你要政府干嘛 你自己管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的整个监管 像在美国他当然他整个上游 他的原料来源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这件事情 我记得东宁如果说观众听众朋友们想一想 好像就是上个月左右就说 台湾爆发了一个什么军方 什么进口牛肉然后灌水案 你看灌水而已 都是都被抓起来 那你这样子随便加一些那个不可以食用的油 那怎么会没有罪呢 你用这种方式去想就对了 这个第一个他是不是已经 我们讲了说这个是欺诈的行为 这本来就是犯法的嘛 因为你加了那么多不应该加的东西 这当然是 这法律上你当然是有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美国应该是所有非食用的东西 都要被管制的 你不可以加进来嘛 工业的东西怎么 他已经被区定为工业用的东西 怎么可以放到人类的食用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我就想 我看到当然这个事情 我听说已经连这个进货 从那个香港进这个非法的这个工业用油 都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 这也不是马政府发生 时候发生的事情 但是就是黑心业者就说 只要这个有钱赚 他就会想办法去赚钱 但是赚钱他进货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什么都下跪了好几次 磕头自己去喝什么油都都来了 但是没有用嘛 你是事实上你是你的起因就是犯法 而且好像听说香港那个公司 他还是占了70%以上的大股 那其实这是两岸的一个大议题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这个中港台澳都有 因为你想想看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香港绝大部分的食用东西都是从中国内地进来的 所以这些油你还没有查到源头 那个香港的油它从哪里来很可能到后来还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你笑我笑你 大家都在同条船上面 那么近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是绑到一起的 谢谢赵伟布先生 你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坊教授 原本大家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现在台湾也是这样 美国的这个蓬勃商业周刊就对这个事件下的标题是 中国最新一波的食荒 食品安全的恐慌是源自于台湾 事实上就像你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到台湾来 是因为想要吃台湾的美食 那么也有一些对岸的网友就评论说 以前我们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买台湾的食品 没想到现在台湾的食品也出了问题 你怎么看这一波事件对台湾这个美食王国形象造成的冲击呢 严教授 我想这个冲击现在才开始 才开始我想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所了解现在观光客好像已经掉了三层 所以我想这不只是观光客 还整个台湾给外界一个形象 所以这个我认为说可能立法院这边也要处理一下 就是说立法还是要重演 有这个事关这个生命问题 另外政府也必须要有 要挺起腰杆 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属于公权力的范围 因为政府应该还是要表达强烈的政治决心 不是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卫生部好像也还没有人为这个负责 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很明快的来处理 我想这样会至少给民众或者给国际有一个交代 当然我们继续要谈的是台湾的政府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像刚才严教授讲的还没有这个卫生部的官员因此而扛责或是下台负责 那么中央跟地方每次碰这种问题都可能会互推皮球 那么郝龙斌市长台北市长就说应该成立一个食品安全调查局 要中央地方一条边市的管理 像美国的FDA这样子 你觉得美国的经验有哪些可以给台湾作为借鉴 还有厂商这个黑心厂商是不是应该要重罚他呢 东宁就是延续刚刚严教授讲的 就是说他说立法重言 但我觉得可能后面还有两个 就是说那个执行一定要到位 然后碰到这种黑心的事件 你可以判断出来就是很严重的 那你这个一定要重罚 因为法律它有一个上限跟下限一定要重罚 为什么 因为台湾因为这个不像美国 美国它最近这20年来 它已经就是说它本来从很多 大概中型以上的食品企业有几百家 现在已经合计到大概只到10家左右 所以这当然对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因为你已经被垄断了 但是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它是大厂商 所以它整个品管是比较严谨 然后甚至于有很多 比如说有些企业它干脆就直接从源头 它就自己去生产 所以它这样子才可以做它自己的品管 台湾因为比较小 所以它没有这个机能 但是从这个事件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年中间发生了两次的食品大案件 你看真正上头的源头 台湾就是说我记得这个做油的 好像只有三家大厂 所以你很可能只要在这政府里面 执法在这三家里面 就可以起码管到80%以上 然后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做 还是台湾没有人这样做 还是说政府官员不敢去得罪这些比较大的业者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里面去摸索 这中间可能每个现象都有一点点产生 但是立法只是说在这个一个原则上面 把这个立的法 但是需要人家去执行 对 但是这个执行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因为台湾 我们老师讲台湾蓝绿这样互斗 对不对 变成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好像完全没有关系 你看这一次 就是说大家都在把这个卫福部指的矛头 但是你没有想到说 这个发生在屏东 然后呢 他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农夫 然后拼命去 自己去 检取 对 到后来他跟屏东县政府讲的半天都没有用 你知道他报到哪 报到台中去了 就是台中跨区来调查 这就很可笑 就是说台湾已经 我们一直讲说一国两制 台湾早就一国两制 多制还不止两制 就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就不相信 就说因为在第一线的 就是说屏东 屏东县的会没有完全没有 其实屏东县的政府最需要负责 然后他这个屏东县县长应该 第一个辞职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了 人家不是报一次 他报了多少次 要来负责 好的 感谢赵伟普先生 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上半场台湾搜水游事件 向两位来宾提问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再回到台北 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刚刚这个 两位来宾都提到 就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食安问题 其实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从以前国民党 或到贬政府 或到现在马政府在执政 像历来几次比较大的 这个食安的这个风暴 像是塑化剂 或者是毒淀粉 还有这个去年年里 您刚提到这个橄榄油里面 这个用这个棉子油 然后再来染色 这样子一个很令人惊骇的做法 到现在这个搜水油 可是几次的这种风暴 我们发现都是 比方说是个别的人来检举 像这一次的这个搜水油 是刚刚这个赵先生提到 老农来检举 那这像这个 塑化剂呢 则是一个 一个检验员 他在无意之间 发现到了这个 然后接出来也是一个 很不堪的 用了很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像我们发现这个毒油商啊 他们卖了这个 就是搜水油啊 非法油等等 也已经卖了 几乎十几年的时间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所以这个已经 其实并不是 哪一个党执政的问题 而是是不是整个政府 他其实都这个 蕴藏了一个 很严重的监管漏洞 是我想我同意刚刚赵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这可能要从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立法一定要严 因为实际上 他这么大的利益 如果只是一般小小的罚款 实际上是不相乘的 而且 生命这个东西 应该是放在最高的价值 我觉得一般来讲 华人社会好像对这种 失啊或生命都不是那么重 是不像 不像西方人 我觉得这个 慢慢要改 第二部分就是说政府要负责 他这里面所谓的政府 我也同意就是说 不是只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屏东 这次是屏东那边 有个老龙这样去 去举报 而且是过去 有举报 都没有被受理 这要处理 但我所讲的说 要有人负责 包括甚至下台 不见得一定是首长 因为我们如果一个风暴来 就一个首长下来 我们大概没有那么多首长可以用 但是他总是有相关要负责的 那个单位的小主管 总会有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责任的厘清是要的 所以我觉得说 也不是说地方政府就没责 任何只要跟这有关的 执行公权力的 甚至可能连检调单位 都应该要来 来涉入这样的责任范围内 因为调查单位也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们应该要把公权力的 这种权威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要权责 就要非常的清楚 真的是要到位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继续请教赵慧普先生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香港警方 他逮捕了两名的这个嫌犯 那么这两名嫌犯呢 据说疑似就是从大陆的这个深圳 东莞还有珠海等地呢 勾进这个可能是非法的这个油材 可能是饲料油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这个不适宜食用的这个油 然后进到香港以后 可能再跟这个香港 再跟大陆台湾这边的油商联手 就是来进行这个 这个非食用油的这个偷天换日 还有这个贩卖 所以好像其实这种 那他当然制成的成品 刚刚您也提到过 就是其实又回销了 可能到香港去 可能到大陆去 所以其实 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也不仅仅是在台湾一地 而是好像变成中港台三地的 犯罪集团联手 那么同时再回销的这个产品 也是强害到中港台三地人民的健康 那是不是在这个三个大陆 香港跟台湾这个地区 都需要联合起来 来共同做下来商讨一个 就是对于食品安全来讲 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跟这个防渡的这个措施 您的看法 是 博弈啊 谢谢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说 说你不要五十步效百步 因为这个来源很可能就是 从中国大陆来的 就现在我还没看到这一段 现在逮捕的证明 是从中国广东那边进来的 所以我的推测根本是对的 那么博弈 我从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是 我们应该有个很严格的监管 监管制度 但是我想再呼吁一个 比较更深入的一个 一个层次的一个看好 就是说 中国大陆很早以前 就在鼓励大家做回收 这个本意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们 比如说我们纸张 以前我们砍很多树来做纸 后来发现 森林都快没有在产生养性 人类可能快要被 这个呼吸都有问题了 然后才做回收纸 你看回收了以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产业 那个很多纸张 你看我们树听说都少砍到一半了 这个对整个地球是有益的 对我们住的这个环境是有益的 那么在做这个回收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低购油本身 在中国大陆很早以前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鼓励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因为做这个东西 需要一些 比如说一些这种知识 有些技术 那很可能不是那种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来回收就可以的 另外就是说回收以后 政府有没有一个出路给他 就是说你出来的东西 我有管制 我来教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 我这样讲 我们比如说你如果说 自己有经营餐馆什么 你每天用的油有多少 你知道那个厨余的油 已经不能再用 好心一点的那个餐馆 就比如说 他可能每天用的油很大 他明天再用的话 炸出来东西就有那个油臭味 那他就不用了 就把这个油就要丢掉 丢到哪里去呢 倒在水沟里吗 还是怎么样 这回收就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对我们人类环境里面 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污染 那我拿一个比方来讲 在华盛顿这个地方 在维吉尼亚有个叫 Valet Putin这个公司 我认识非常熟 这是我们这个州里面教育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者 他们是做什么 他们从先把那种死在路上的 那些动物拿来 然后一路再做 那他们提供的是什么 他们就说 他们到餐馆超市屠宰场 跟家禽家工厂 你看他的点很深入 他提供一些 即时处理的服务业 什么叫即时处理的服务业 就是说 我不是随便让你乱到 我在大的地方 我提供一些 比如说一些容器 然后跟你讲说 什么样的东西 你给我丢进来整理一下 台湾的垃圾不是有分类吗 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你什么油 什么油 我提供你几个桶 然后我教你什么的 这些当然是 为什么 就是说你后续的是说什么 如果说你的工厂不够大 那政府需要来引导你说 那你做什么样的回舟油 回舟以后那怎么办 这也是政府要去想办法 因为你要环保署干嘛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人类的环保的东西 每天人类 我们产生这么多垃圾 这么多消耗的能源 你要怎么去用 然后它有很多成品 可以造成比如说做肥皂 或者是再变成蛋白质的 变成可以当成那种 饲料的一部分 这种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看到 两岸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人讨练过这么深入的东西 我很建议 如果说有人看到 有官员看到这个 你来叫那个公司叫做 Valiportin 是其中一个 很好的一个sample 就是说教你怎么去 爱护这个地球 从我们大家都好像 不想听的什么地沟油 到变成说 这也是一种产业 甚至于有一些火力发电厂 它有一些是能够燃料 你是不是可以拿来 当成一种再造的能源 把它燃烧来用 这都是一些出路 你要想好整个配套 不是光伐则 因为我们地球的污染 越来越严重了 好不好 这博弈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豆宁 当然除了两岸三地之外 现在当然包括了 澳门也其实被卷入 包括刚刚有提到 上海跟厦门 都已经发现了 台湾这个卫权牌的 这个问题食品命下架了 所以这是波及到 两岸四地的民众 您的健康 所以欢迎海家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是发表您对台湾 搜水油事件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 您的电话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台北的陈先生 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喂 有听到 这次风暴爆发以后 超有互斗力的痛心 尤其是可笑的是马英九 第一次 躲了几天以后冒出来的时候 讲的话就是 中央政府都做得很好 全部都是屏通县政府 错 实际上确实是屏通县政府 有责任 两个来宾也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中央政府做得烂 差可以说是大家是所公认 这不是马英九 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所能够讲的 大概是选举考量 选举快到了 那我是觉得 像我们大家 现在是工业化时代 也有一些部分是人类的工业 还是吃饭吃东西 还是反扑归 真的比较好 多吃一些比较 好的 谢谢台北陈先生的来电 下面我们接新竹陈先生您的电话 新竹的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就是收索 我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有可能那么严重 结果政府的化验是 竟然化出来的油 是合格的油 化验不是不合格 所以政府确实是有问题的 主要是来源 是不合格的 大厂一定会知道 大厂就像卫权 顶心一样 还有旺旺的 这个政府 他们的政商关系非常的好 大厂会化验的话 他们有化验室会不知道吗 像这次没有 计美 他就没有收水油 那顶心 TDR那个魏加 魏加顶心 他是DNP的董事长 他给联盛文TDR 所以政商关系良好 谁敢得罪呢 所以说 中央政府这个DNP 化验室的 合格的 有的化验不出来 都以为是合格的 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 这次的 卫护部长邱文达 他是马英九的家庭医师 发生了五次 严重的时尚问题 他根本都不用下台 奇怪 他是不是被 马英九被他绑架的 他的以前的事案 公报 今天来电的 今天来电这一集的 台湾听众非常非常多 再接一位台北的 谢先生您好 台北先生请说 喂 你好 您讲 喂 好谢谢 我请回收 如果用在鲜料 像戴奥军 是不是最后 还会回到人的身上 那日本公司 在强贯事件中 他资金跟技术的资源 是我扮演的 何种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回收 如果要有 庞大的 那个不法利益 要处理的话 人力资金是否足够 好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台北的 谢先生 刚才的接听的 听众当中 有两位就提到了 这个台湾马政府 中央政府 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我想先请 在华盛顿的 赵茗普先生回应一下 刚才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是 反正马英九也不差这一点 被人家说他不好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技术的问题 那这当然是 管卫福部的这个部长 跟他底下的这种 食品管制署的署长 他必须要去面对 这个东西 因为我只看到很多 推折 对不对 我刚讲过说 这是一个 你实用的东西 加上非实用的 就已经是不对的 你怎么还可以 推责任 另外刚刚台北的 谢先生讲 我跟你回答一下 就是说 回收油会不会有害 不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把有这个 蛋白的部分 蛋白质的部分 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这蛋白质的部分 是可以再重新 再回收的 然后至于 那个油品的东西 它是很可能是 经过加工 它可以去做一些 其他的用处 我大概 因为我不是很专家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回收资源 是一个地球环保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 真的很深层的 去思考的事情 那么台湾 跟中国大陆 明显的来讲 就是说 你没有看到这一部分 那你想看 我们每个人在 现在生活的 都比较富裕一点 我们产生多少 这种废物 我们只看到垃圾回收 我们大概觉得 挺骄傲的 在台北市 你没有想过 我们每天排放 那么多收水 收油 你怎么去处理 这是更严肃的一个话题 政府一定要有一些 引导 对不对 你不引导人家怎么做 而且我们也要鼓励 政府是不是 能够出资 让一些比较有新的厂商 能够做回收 你要在处理的第一手 就是说 我怎么样到 什么样的容器里面 可以保证 然后我多久来回收 这东西都不会变坏 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 执行下去的时候 你看真的是 美国有很多经验 可以供大家来参考的 真的欢迎 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 来华盛顿 来看一下 希望两岸的有关方面 能够根据两岸食品安全协议 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合作 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来切实维护 两岸同胞的健康权 你说我们讲起来了 两岸还有一个食品安全协议 究竟这个协议 目前执行的成效怎么样 未来两岸 因为这种两岸的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 层出不穷 爆发这么多次 未来两岸应该如何的 来加强联系 真的来合作 确保两岸民众吃了健康呢 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 各自做好各自的事 这个最基本前提 那我们自己这些 包括检查的这种程序 或者组成 以及这个罚则 包括对整个台湾社会形象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这些这个黑心厂商 是不是要得到更严重的 这些都要去处理 然后对岸也是一样 一定要去深入处理 他自己的事 然后接下来 所谓两岸就是资讯通报 另外就是说 要协助对方来办案 假设说 我们有这个黑心厂商到大陆 那当然就需要大陆这边来协助 同样他那边如果有来这里 我们这也给予协助 我想所谓的这个两岸协议 应该最重要还是 这个资讯的这个揭露 以及互相的行政的这个支持 我想这些如果能做到这样 就非常好 但更重要还是 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这才比较重要 好的 今天也在提醒大家 这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都可以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对台湾搜水油事件的一个看法 我们中国大陆听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下一位我们接高雄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讲 你说 我们应该像香港学习 人家香港你看 两三天就把那个说 违照文书收押了 我们这个谈了一半天 谈了一个多好天 发了好多次 发了那么久都不敢去收押了 尤其那个违全每一次都是他有名字 为什么他没有事呢 每一次都说他受害者 他是油品专家 他有发言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说受害者 受害的真的是我们老百姓 人家香港人家那个多有婆理 两三天就马上去把那个收押了 我们是不搞什么嘛 我们政府嘛 就是那个屏东政府 那个在十几年 在那个农田 没有没有执照 没有东西 那个不敢去办 他是在那十三年 人家检举不敢 好的 谢谢高雄 刘先生来点明白您的意思 刘先生提到说 这香港很有婆 一下就抓到这个源头 我想请这个赵惠普先生 另外刚才前面这一轮 前面一轮的这个听众观众也提到了 台湾有很多的食品大尝 事实上政商关系良好 这一次爆出来 其实也非常让民众们惊讶 竟然都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食品产业 包括刚刚提到了统一旺旺 黑桥牌剩香针 跟这个牛头牌 这啥啥醬都大家吃了很久很久 还有一些老牌的零食也没有躲过 像小时候常吃的五香乖乖 还有孔雀香醋脆 这都有问题 可是大家都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是表示说这个问题 其实在台湾存在已经非常非常久 是不是跟这些食品大厂 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有一些关联呢 它是这样 就是说很多食品产业是后来的 它相信你政府有把关 所以它就用了 他们是受害者 真正有问题的就是 在上面去用这个东西的人 那我想应该很明确的 我想台湾好像也把 也把强贯的老总好像也把它收压了 他也刚下跪道歉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在亚洲国家 我们在讲 我们就重新再看 有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务员的素质 据我观察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公务员 他们待遇都 都蛮像样 而且政府对他们公务员 公务员对他自己的要求都很强 所以政府对于这些公务员 他这种事务官的上面 他并没有 不太敢做那种很强的压制 像美国就是这样子 你再大的官总统 我不甩你 这是我的职责 你讲了什么也没有用 对不对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台湾是不是常常 政治力去介入一切 然后呢 我让我们的部长 在那个立法院的时候 完全没有面子 不管他什么事情 高雄发生一个气爆 你去把一个不相干的 这个部长挤走了 结果呢 这个就很不好 然后其实换了很多 有心的读书人来讲 他可能有心从政 看到这样子 他都不愿意来 所以我们到现在 就变成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循环 就是好的人不肯进来 然后进来的人 就是能够忍受 你们这种冷嘲热风 一切压力的 他可能就是有别有目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关系 回头来看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公务员 能够执行他的公务 而不会被他长官的这种 政治的这种立场而相左右 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 对不对 好的 谢谢赵博先生 我们这样上半场时间 剩下不多了 我想请台北的 严谨发言教授 谈一下台湾这一次的 史安风暴所散发出来 这涟漪效应 可能包括好几个层面 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你刚才也提到的 这个马上陆克来台 可能就会减少 那台湾的观光产业 也受到冲击 甚至经济方面 也可能会受到伤害 另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政客 都针对这件事情也都发言了 是不是也有可能 进一步冲击到 年纪选举的选情呢 您的看法 是 我想先回答 刚刚赵博先生说 我顺着他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 事在人为 当然现在我们把很多责任 归到说这些媒体 或者政客这些批 对公务员的约束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言过歧视 我比如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一般酒册 就很彻底 现在几乎很少人敢去干饭 即便是有地位的人 大概碰到交通警察 也不敢亮出他的这个名字 所以我一直说 你以这个酒册的这种的作为 来做这个食品安全 我相信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至于说 会对于年底的选举会有冲击 这个我目前还不敢去判断 但是我相信对于马政府的威信 确实是有伤害 因为这还关联到之前 有好几个部长下台 所以我想可能对国民党的 这个中央执政会有一些影响 而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选战 国民党这个马总统 还是整个这个选战的这个 等于是背后的这个大的 这个总干事的话 我相信会对这次选举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因素 好的 非常感谢严坚发教授的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有关于 台湾搜水游事件的讨论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注 两岸货贸协议重启谈判了 究竟对台湾是利是弊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